Hello 大家好 這是最新出的 USWORN KEY SKILLS 一組的 WIDE CLEAN套裝 那來的時候呢 它會有 一個袋子 就是封起來的 它都裝在裡頭的啦 然後呢 它裡面有附兩支筆 這兩支筆 比平常的WIDE CLEAN還要細一些 可以比較一下 平常的WIDE CLEAN呢 就這麼粗的 這比較細 因為比較大一點的小孩呢 就可以比較用細一點的筆 比較好寫 那這一個我訂的是 ADVANCE MASS 它是ADVANCE系列 也有Beginner跟Intermediate 那ADVANCE呢 包括有四本 它裡面有包括這些 有FRACTIONS 然後數學 ANDING AND SUBTRACTING FRACTIONS FRACTION WALLS ORDERING FRACTIONS EQUIVALENT FRACTIONS TELLING THE TIME等等 然後也有文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本就是FRACTIONS的活動 然後它就有把它寫的 然後我發現它比較薄一些 因為普通的外屏會比較厚一點 但是它的材質很相像 只是做得更薄一些 會比較 我覺得材質會比較好 可以放更多東西 就是講解一些普通的 什麼是FRACTIONS呢 什麼是分數呢 然後怎麼計算呢 然後 How many tenths 十分之幾 要怎麼樣加FRACTION 怎麼樣減掉 SUBTRACTING FRACTIONS FROM ONE 一要怎麼減呢 Dividing the whole into parts 然後呢 FRACTION WALL 這樣怎麼Divide 好像感覺很像很音符的那個 EQUIVALENT FRACTION 要怎麼做 然後 Ordering Fractions 等等 FRACTIONS OF A NUMBER 那這裡呢 OK 還有考一點點小Quiz 最後呢 它有附這一張 這個就是讓你可以寫 畫圖說幾分之幾 你可以做各式各樣的練習 另外還有答案 跟一些給大人的Notes 所以呢 你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不起來怎麼講解 你就可以看這裡喔 然後 第二本是TELLING THE TIME The clock shows 8.30 它有教你怎麼把字寫出來 因為只會看 還要會寫 這樣很重要 所以這裡有一些內容 看一下 On the hour or clock 要怎麼做呢 他小朋友就可以畫 然後 這裡有HALF PAST AN HOUR 幾點半 Quarter PAST AN HOUR 十五分三十四十五 Around the clock 是什麼意思呢 還有 還有 Minutes past the hour 幾點幾分 要怎麼說 要怎麼寫 要怎麼練習 如果比這個 比較大的數字的時候 要怎麼寫呢 要怎麼寫 要怎麼寫 怎麼紀錄呢 TELLING THE TIME PRACTICE 就有更多的練習 然後呢 AM跟PM 要怎麼寫 可以用什麼方式寫 現在幾點呢 加上朋友可以畫 然後呢 TELLING THE TIME PRACTICE 這裡就有更多的 這些答案解答跟 一個Fold out clock 它就可以把它剪下來貼 在牆上練習也可以 但是好幾頁的可以使用的 另外是Grammar punctuation 這裡有很多的練習 譬如說A or N Word families 跟同樣的類似有關係的 都放在一起 然後Courses 這些介詞 形容詞 等等 很多的練習齁 還可以 就是段落 還有標題等等 要怎麼寫 還有練習 Grammar punctuation quiz 這裡有更多的這些結錄 就是紀錄像是摘要這樣子 這個筆記喔 可以寫 另外是Spelling 哇好可愛的封面 然後有很多的練習 這裡 這裡就有 Spelling的練習 可以就是 它會先給你一些 Clue 讓你填寫 然後慢慢的再 把這些字 越來越多空格拆掉這樣子 這是比較Advanced的字會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字可能比較困難 但是呢 就是從一些開始慢慢的累積 有很多的發音有不同的拼音法 可以從這邊獲得經驗齁 Apostrophe and Plural Same sound Different meaning Rofy sentence Spelling quiz 還有這個 所以呢 這一組買下來非常划算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29.994本 所以差不多是7塊8塊 少一點 沒有到7塊9 7塊5左右 然後但是它的內容 我覺得 比較多 然後Cover比較多的 這個 東西 所以你可以考慮看看喔 就這樣就是 As for key skills Why clean 就是Advanced 的Level 這樣子 還有其他兩個可以選購 謝謝大家